在滔滔的长河中 你是一朵浪花 在绵绵的山脉里 你是一座清风 你把寂寞藏进 无垠的缝起 你把梦想写在 蓝天草原 你煽烧自己温暖大地 认自己成为灰烬 让一缕缕火焰偏偏起舞 那就是你最后的轻松 祈福 臣叩见陛下 过来 过来 你见过这样东西吗 回陛下 悲臣没有见过 大胆 你撒谎 悲臣真的没有见过 你上午去尚书署干什么去了 是 是皇太后早晨来宣臣 陪她一起去尚书署 也不知道皇太后为什么要去尚书署 皇太后为什么突然要去尚书署 臣不知道 你撒谎了就跟真的一样 悲臣不敢对皇上说谎 请陛下 去问皇太后 去问皇太后 是你出的主意 还是你们共和好的 好啊 看来你们是真的要跟朕做对了 臣 臣 臣皇臣孔 不知陛下为何要出此言 那你今天早上见过她的人 臣说过 臣一早被太后宣去 没有见过她 滚吧 滚 臣 我说我只会去尚书署 给我尚书署 军下 你回来 我扶他 爹 我扶他 你扶他 我扶他 你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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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朕心里头跟明镜似的 曾听不懂 那你总有一天会懂的 谢陛下 长堂 臣在 如果尚书署查不出这件诏书的底案来 那这件该怎么说 回陛下 那就是伪诏 就是假的 如果真是先帝的意思呢 那么根据汉制那也是假的 因为凡是预诏必备两分 如果依汉吕 缴诏是什么罪名 依汉吕按大逆不到罪论处 本人妖斩弃势 灭九族 这太狠了 陛下 臣怎么办 按律办吧 臣明白 慢着 朕要见一下斗营 什么事啊 依汉吕 闭下 好 闭下 战 中文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你们都出去吧 你不要动 朕来看看你 陛下 怎么敢老陛下 到这个地方来 都应 你知道吗 你犯了个大错 陛下难道没有去看看县帝 赐给臣的免死一诏 那是假的 不 那是真的绝对是真的陛下 贤帝后援六年端午 贤帝赵臣到苍郎池边 亲自把那个免死遗诏半次给臣 并说 此预诏已存档 陛下就没派人去查查当吗 朕亲自去的 朕亲自去的 但是你说的那个地方 是空的 有人陷害 有 有人陷害 你说的有人是谁 陛下身边有奸臣 这个人太坏了 谁 天分 陛下的 娘舅天分 那朕就告诉你吧 这人就还真不是天分 那 是 是他 愿我陛下 找着 早就如此 见远出年 臣就该迟照下手 我之所以没有那么做是为了保护陛下 陛下要为老臣做主 否则臣 死不瞑目 表叔 你知道吗 你错就错在不该拿出这个诏书来 至少拿得不是时候 如果没有这个诏书 一定多也就是个勾结奸人 发摩家产薛姬为民的罪名 朕还能够救你的性命 可你拿出了这个诏书 而玉库又没有存档 你应该知道是个什么罪名 就是朕也救不了你 朕总不能拿着这个诏书 去查救自己的母亲吧 朕知道了 朕也相信 这个依诏是真的 朕知道你是个忠臣 如果不是忠臣 先帝也不会把这个遗诏搬赐给你啊 陛下 你能不能救臣移民呢 朕虽不想杀你 但有些人定要治女死地 朕如果这次让你活着 那朕就必须跟他们摊这个牌 朕就必须跟他们摊这个牌 可朕现在没有办法跟他们摊这个牌 朕该死 朕在 你或者不该拿出这个招类 或者应该早早把这个招拿给朕 你错就错在这个招数 本就不应该放在你自己的手里 这个招不是一般的招 谁持有它谁就持有上风宝剑 就可以发动合法的政变 无论这个赵氏真是假 哪个皇上能饶得了你啊 你就是有一万颗脑袋 也不够看的呀 也是啊 你太嘀咕了太后 太嘀咕了天分 你太嘀咕了自己的对手了 朕不得不杀你 朕痛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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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朕这次不杀你 那朕就得杀他们 是你逼得朕怎么做 朕必无选择 你放心吧 朕一定会给你们刀剑 留下一个瓶刀的种子 仙帝把什么都料到了 就是有一件事没有料到 这就是陛下的英明神武和计谋睿 所以根本就不需要什么人来奸您的国 护您的驾 臣死 无所遗憾 丞相 杀了吗 杀了 一百七十三口人 五十三客 腰斩七十于东市 到了这个地步 起因还不是一块地吗 你曾以为是为了一块地 为了一块小小的地 太后会出手 那边窦太主 皇后也会出手 那么还是两大家族之间 这事 斗得是有点过分 可是当时也是箭在悬上 不得不发 斗家 是彻底罢了 现在 只剩下我们姓田的姓王的 那接下来就轮到我们家了 成下 好 好 好 丞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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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好 这一场 方盘街道张张盘街道方 张球区原高高渊区求张 赶紧 方盘街道张张盘街道方 张球区原高高渊区求张 到 他就渾难了 方盘街道张张盘街道方 张球区原高高渊区求张 都退下去 你这是干什么呀 这玩得好好的 木槿 你见过父王留下的这件东西吗 这不是窦英留下的吗 这是假的 那么 那件真的呢 你什么意思啊 我哪知道啊 您还以为我是个白痴 一个傀儡 一个任由你在幕后牵线操动的木偶 木槿 你应该清楚 我的父王最后留下的这件东西 就是要告诉你 也是要告诉世人 这大汉朝的天子 这大汉朝的天子 他的名字 叫刘彻 那姓豆的已经不在了 是 杏田的也该守一守守的 他也该守一守守的 你去告诉那个田坟 他不是喜欢女人吗 不是喜欢狗马一猎吗 那好啊 就让他以后尽情的去玩好了 朝中的事情以后他少管 他的事真不管 可朕的事 他也少插手 他来 能不能 narciss劈 这刘彻 已经他 Mens哪 终了 正在这首肴 臣妥 丞相得的是什么病啊 怎么连车都坐不了了 从丞相府里传来的消息说 丞相这次病得很怪 白天呢神神叨叨的 晚上总会被噩梦惊醒 而且门口胡说八道 连床都起不来了 行了 这一件要立即发往割地 遵旨 外面都传丞相得的是心病 依我看哪 你还真病得不轻啊 我这一病 也拖累了御氏大夫 我也是尝了些资本吧 陛下如今已经设置了内朝外朝 形同虚设 我这个代理丞相的 也清闲了许多呀 我听说皇上接连办了几件大事 开凿草局 改心辟致 加手商车征税 修筑燕门防御功臣 这四项 全都草意通过了 你不在谁能拦得住皇上啊 如今的大臣们都变了 他们一心一意地 耗着皇上的脉 顺着皇上的意思 看来与匈奴的大战 是避免不了喽 不是群臣变 是皇上变 皇上再也不是 是葬林月那个幽游狩猎 风花雪月的少年人质 咱们拦不住他 匈奴人也拦不住他 丞相所言极是 我原来以为我是他舅舅 是他保护人 我们却忘记了 其实我们都是他的子民 我田芬呢 苦心经营这十年 再回首 万年俱会 陛下 卫卿 朕召你来 是要跟你谈谈改制的事情 目前朝廷的体制 朕想动一动 坐下 这一向朝廷接连出了几个大案 让朕无暇过问对付匈奴的事情 这国仇家仇朕都想报 眼下这个机构不太听使唤 有些人必须得换 朕考虑了一下 要分清内外朝 核心决策的事情 必须由朕自己来决断 不能让朝义所牵制 外朝却可以办一些 无关紧要的事情 朕想动了 朕想动了 眼下朝内是群龙无首 朕让你负起责任 由你卫卿安排一个 只对朕负责任的内庭 策划朝廷的军政大计 你觉得怎么样 臣只怕担不起这样的重任 朕观察你也有一段时间了 担不起不要紧 试着干吧 大丈夫 理应做国家的中流砥柱 内朝的任务 一则是对朝廷的大政拿出办法 二则 就是必须把对匈奴的作战准备 提到议程中心 此事由你卫卿专门负责 朕已决定了 将卫阳宫的羽林 齐门 迎齐 扩充为南军 以北军建制相呼应 其任务 就是要试验以齐兵为主的作战方式 自马一直为实力后 臣就一直在想齐失败的教训 朕也一直在想这一仗 究竟是失误在哪儿 朕以为历来汉兄之战 汉军总是被动 匈奴总是主动 关键在四个字上 臣请陛下明示 这四个字就是深入敌境 火军总是等着匈奴来打我们 为什么我们总是被动防御 难道长城是一条不可逾越的线 汉军为什么不能深入敌境 主动到匈奴去打 难道这一条 是我汉军不可突破的金颗玉律 所以呀 匈奴蝉鱼一向轻视汉军 以为我们胆怯 肆无忌惮地依托大漠草原 屡屡都有边境诚意 进行骚扰袭击 历来兵家作战 法无定法 因敌之变 为什么我们汉军总是要绑住 自己的手脚 没有纵身 没有运动余回 又怎么能够对付那些飘忽不定 机动性极强的匈奴铁技 陛下圣名 费庆 对匈奴作战的军事准备 朕以为除了军费 军马 军制改革三项之外 还有一项最为重要的准备 就是必须转变军事战略思想 陈明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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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 decide 汉史大人 看上去 你现在跟我们匈奴人 没有什么区别了 好好吃吧 看来我们给汉史的待遇太差了 来呀 传我的命令 给汉史再加石头奶羊 是 我召你来 就是想和你谈谈你们 你们的皇帝 大禅瑜真的想知道 我听说 你们的皇帝也喜欢狩猎 曾经单人拿着一把短刀和黑熊搏刀 是 当时我就在场 皇帝除了喜欢狩猎 还喜欢游历 喜欢音乐 喜欢文学 喜欢神仙 当然了 皇帝还喜欢女人 他喜欢什么样的女人 大禅瑜为什么想知道这个 对女人的选择 最能看出一个男人的个性 皇帝 喜欢他喜欢的女人 你画头 大禅瑜 你比我们的皇帝幸运得多 我们的皇帝选择女人 是要遵循礼法制度的 那么你们的皇帝也有说了不算的时候 连要个女人也做不了主 燕枝拜见大禅瑜 燕枝 过来 找我有什么事吗 燕枝恳请大禅瑜 废止强暴汉朝女服的祭祀一事 请大禅瑜看在燕枝的面子上 放过燕枝的那些同胞们 怎么回事 大禅瑜 左大都尉所布 在云中所服四百多名汉朝女子 左大都尉 从中挑出十名年轻美貌者 正在军帐中 行祭祀交合之仪 这是我们组织的传统 左大都尉并没有错 反正 您应该适应我们 公主 真是张千 皇上的伴毒 我小时候在宫中见过公主 张千 我认得你 你怎么在这儿啊 快请起来 张千封大皇帝之名出世月之国 六年前被抓到了这儿啊 张千 你该走了 大禅瑜 南宫公主 也是大汉朝的公主 大禅瑜应该尊重她的请求 尊重一位公主的同胞感情 废除野蛮的强暴女傅的一事 你还敢干涉我大匈奴的内侍 在下虽被囚禁 但仍为大汉使劫 此事涉及汉朝边民 在下 有权与大禅交涉 弟弟 传令给左大都尉 一事暂缓之行 什么时候举行 由燕之来决定 是 汉使张千 竟谢大禅瑜这一仁慈之举 张千 本禅瑜始终没有承认你汉使的身份 别忘了 现在凶汉两家 正处于战争状态 好 有权与大禅瑜有令 一事暂停 何时举行 由燕之决定 驾 好 有权与大禅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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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大蝉鱼送给你们的礼物 大蝉鱼送给我们的 对 匈奴女人 我们是匈奴人 我的天哪 我 我实在太难理解你们匈奴人了 快点救火 快点救火 救火 救火 快来人啊 救火 好了 快点救火 近日辽东高庙 长陵高原殿接连发生火灾 朕有些不解 有人说这样的诏头 是含有上天对朕的暗示 水火之灾 寻常之事 陛下不必多想 若按董忠书的天人感应学说 这就是上天对朕的政策有不满之意 你去 奴才在 你去找主夫爷 让他去看看 董忠书最近在写些什么呢 很长时间了 朕一直都听不到他的声音 奴才遵旨 奴才遵旨 陛下 怎么不谈了 哎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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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岂敢岂敢 董老先生才是皇上 最崇敬的大儒啊 可是 最近怎么听不到 董先生的声音啊 董公 近来朝政 发生了许多大事 有什么可要向皇上见言的 小人可代转的 好 该说的 我过去都对皇上说过了 这是董公的新作吗 小人愿先读一块 慢着 这篇东西我还没写完 不能看 董公啊 皇上近一年来 办了几件大事 想必董公也已有所闻了 但是面对的问题也不少 斗冠之案震动朝野 匈奴变换越来越紧迫 加上水汗之灾 各群涌入长安的 难民有十余万人之多 皇上 是位圣明之人 老臣没有什么想说的 没有 董大人 您一钉的竹简送来一车 就在堂上 请你过去看一看 合不合用 好 好 对不起 您稍坐一会儿 我去去就来 好好好 您请便 祝父先生 实在抱歉 让您酒后 没关系 没关系 老夫有些卷了 那笑人就告退了 这件东西 是董公的最新之作 董公还藏着不让臣看 臣只好把他偷了回来 好请陛下先请过目 一派妄言 陛下 因何动怒 岂有此理 这个董忠叔 竟然把辽东高庙 还有长岭高原的良起火灾责任 都归到朕的头上 他让朕接受天的警示 他还妄议 让朕清除贵弃禁臣中的不鬼证 陛下 这 这 这与陛下目前的大政不谋而合呀 陛下 现在不正是在做这些事情吗 一个下臣 敢用天赞来恐吓皇帝 这还不是妖言惑众 来人 在 马上传旨 审问董忠叔 陛下且慢 此文尚未草成 又未经董公同意 由臣擅自盗取 这样抓他只怕人心不服 就算是他写的 是否真有这用意也还不能确定 陛下何不找几位儒生来评点此文 再做定论也不迟 那倒也是 那些兜圈子的话朕也没大看明白 也好 把董忠叔的两个学生找来 传旅部书跟许乐 让他们两个人来点评点评 这一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要 Mercedes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